我們最後呢 就是再把什麼 再把這五個按鈕也許把它做出來 因為之前前面做過啦 所以其實我要做的動作跟前面一樣 熱頭才按下去 當然有個清除啦 不過我把這個清除啊 改成什麼改一下 後來改另外改 把名稱 改一下你不要用之前的所以呢 我剛剛的話就直接拿這個來做修改 那修改的方法 你就直接切到這邊來 然後呢我就直接修改 一個名稱叫大樂透清除好了 那清除的話特別注意喔 只有三個欄位 所以 跟這樣應該 這個bc 那前七名我想也順便清 反正這個喔 所以這三個欄位都幫我清空 那怎麼樣把公式丟回來 其實一樣嘛 把這個公式 複製有沒有 貼過去就好了 取消 然後這邊的話就貼了 貼的話呢 一樣就貼到這邊來 雙號裡面嘛 貼過來 然後把這個2改成i就可以了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個i 因為他這個 列數會變動 這個前面都講過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貼過來 做修改 做修改 所以這邊我們來弄一下 清除 那這邊的話把公式丟回來 OK 沒有問題 所以這兩個實際上 就是之前做過的 只是說把它做修改 格式化 我想我也講過 所以這個格式化請各位自己改 那範圍特別注意 因為他2到 43 可是問題我們現在的範圍好像已經到49等於多 1號 應該是2到50才對 所以這邊應該範圍到2到50 那格式化就是把那個 前七名的格式 底色換一下 所以看這邊要不要改 這邊 OK 基本上這邊就 改 小1等於7 如果把這個 那 這邊這個應該不是1欄 應該是C欄 這個改成C 這邊也要把它改成C 如果C欄裡面的資料呢 小1等於7的話 把它格式化 有沒有 所以應該是第2號 8號 11號 小1等於7的話 OK 所以這幾號 底下 剛剛這個還沒往下拉 把它往下拉 這個少 往下拉 OK 那範圍的話呢 應該就不是 這個這個可能公式這邊就不是43 應該多少 應該往下50 OK 所以範圍有沒有 打個勾 這個可能重新拉一下 那 因為這邊改了 所以這個可能 剛剛的這個公式也把它改一下 這個50才對 因為我們號碼 不是 到42 應該到49 所以加1 剛好50 好 然後 格式化清除的話 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把裡面的顏色變成沒有 清掉 OK 那這兩個我想 好 那這兩個我想就是之前講的 這兩個我想就是之前講的